随着疫情趋缓 欧洲多国重开边境 6月12日 波兰与立陶宛的边境管制措施取消 法国 捷克 挪威等国也从6月1日起取消对欧盟游客的边境管制措施 西班牙则将于6月21日对葡萄牙以外的其他欧盟国家重新开放边境 目前 西班牙确诊病例超过29万例 死亡超过2.7万 在法国 总统马克宏14日晚间发表疫情以来第四次全国电视讲话 除了宣布进一步放松隔离外 也谈到重振经济措施 根据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的预测 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将缩水11.4%到14.1%是全球最高 目前 法国确诊病例超过15.6万例 死亡超过2.9万 6月13日 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的市长布鲁诺科瓦斯 被检测出中共病毒阳性 圣保罗州是巴西疫情的中心 截至目前 圣保罗州已经记录超过17万例确诊和10581例死亡 巴西累计确诊病例超过85万例 死亡超过4.2万 在另一个南美洲国家智利 总统皮涅拉13日宣布 卫生部长马纳奇下台 这项人事变动是由于该国疫情死亡人数的争议导致 官方数据显示 自3月份出现疫情后 有超过3000人死亡 但智利的一个新闻调查组织揭露 根据卫生部文件副本 智利向世卫组织通报的死亡病例 其实超过5万例 目前智利的确诊病例超过16.7万 印度卫生部称 在6月14号 印度已经记录了12000例新病例 是目前为止最大的单日增幅 目前 印度总共报告了超过32万4000例中共病毒病例 包括9247例死亡 目前 美国确诊病例超过215万例 死亡超过11.7万人 在过去24小时内 确诊感染病例上升了1.4% 达6月以来最高涨幅 随着美国各州陆续开放 也出现多州病例人数增加的现象 但财政部长梅努钦表示 不会再次关闭美国经济 新唐人记者金时综合报导 新唐人记者金时维合报导